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re We Talk 请来黎彼得聊天 他2021年尾发现血管倒生 入院做通波仔手术 之后无线没有安排他重返处境剧外回家 手停口停经济出现困难 幸好刘云雄 契仔王中泽等等帮他渡过难关 现在稳定下来了 最近向YouTube平台发展 做KOL拍片翠谭文生话题 点击论不错 这位鬼才填耻人 作品有二百多首 又做过电视台 电台 广告 电影等等不同工作 年轻的时候贫穷 做过暴犯 入友园司机 有很多经历 先听听他说健康近况 不看苏花苏果 要不要吃药 吃了几年 我想吃了二三万 你不觉得而已 因为那些药费也挺贵 你私家医院你怎样都要 因为政府都要排队拿 还有那些简体次的药 没什么信心 看私家医生每次复诊要多少钱 她每次在计划接受了三至四千 最少有時是二馬尼圈 兩個月一次 一年就是六次 六三十八 一年起碼 起碼 可能不止 主要要吃哪幾種藥 主要是三高 膽固醇、胃藥 有副作用的 糖尿 主要有八、九粒 但我看到你工作上 最近都有些新動作 例如有拍YouTube影片 教香港粗口文化 挺有趣 很多人看 看見老闆 尚在人間 一分熱就發一分光 沒什麼所謂 是你自己的構思 去想到拍這些片 因為我以前在商台 做學程夜話就很受歡迎 那時候還沒有其他話題 王子華還沒有出道 所以王子華訪問他 他都說我是師父 好啊 知道什麼苦 不過我就先驅一些 做學生 我和彈環星娛樂的 張國林老闆 有一次喝茶 聊了開 我說我現在天天 看著電視 不是看電視 是看著電視 因為電視節目 完全是給老人家看 我也是老人家 不過你也是給老人家看 現在的節目算了吧 不然去看他 只不過是覺得 咦 無論你 年輕 年老 都是看著手機 於其我跟張先生說 張國林 我想玩一下 Eto 做一下KOL 怎麼看呢 他都不做 有一次和你做訪問 點擊到很多 我就試一下 試一下水溫 另外也有拍戲 《何歲》的時候 拍了《快攻心2》 是 其實拍戲自己的感覺如何 能力上應不應付到 你知道我們 甘草有什麼重器 給你做 最多三幾二十 都是三萬兩句對白 你不放重器 重器 你也沒有人看 因為現在 很多年紀大的演員 有些很多都走了 你知道走了的意思 有些就是 腦傷病弱殘 很多人都沒有 所以他們很多 很遲 劇開的時候 都是 沒有演員 沒有人 沒有人當父母傷亡 這些男女主角 很多都是父母傷亡 或者沒有 沒有年紀大的演員 流失了很多 沒有什麼關不關照 以前我演的 有些惡感的 你當然是推 可以了 是吧 因為你年紀大 多數都是 闖尾才拍你 跳完男女主角 早點回去睡 明天又有外景 但是你年紀大 很多時候 爆尾 爆艇 就很辛苦 是等的辛苦 做就不辛苦 嗯 其實這兩三年 經濟可能出現了問題 其實有沒有感覺到 人間有情 很多人都 愈愈出手幫你 這個你自己 找回來的 你有沒有 很多 人在街上 有沒有得罪很多 稱呼人少 有沒有 死人偶又不收 你得罪人 你自己不知道 言者無收 聽者有意 那你還要 師德要好 不要欠人錢 不要抽水 我的意思是 走不出手 那些 我就不流行 因為我覺得 在這段階段 我差不多法復勢 就不會搞女人 至於有些 例如我契仔 黃中澤 可以說 那些工作人物 有些 譬如 中志剛 那些 廣播的那個 佳叔 他經常搶車 進來 因為我喝茶 對我很好 是 老闆恩 就是 經常生氣我 吃飯 這幾個 比較親密的朋友 至於 劉先生那些 就 不要說了 他要我 盡量 不要帶 是 再心臟 是 是 有時候又不緣分 因為我跟他不認識 他意助 他就很難得 完全你想也想不到 所以不要再說 是 因為他喜歡看 你在愛媒家裏面 炮叔的那個 戲 不是 他喜歡 小男人 被大姑 應該是鄭丹帥韻 鄭丹帥韻 是 很開心 因為 是第一次 竟然 這麼厲害 這個我偶像 胡惠忠當年 百歡難 多棒 靈氣逼人 靈氣逼人 對靈氣逼人 突然說 做我老婆 你又多開心 那套戲 都很厲害 女人 鄭玉玲 又有 鍾楚岸 利美鳳 全部都厲害 很厲害 爸爸幾歲 我九歲 你九歲 你九歲 你的影響如何 要跟著媽媽去找吃 因為我的制度比較坎坷 因為我爸爸走 我媽媽就孤苦伶伶 孤兒孤父 變成她的神經有些問題 你也知道 一個女人 照顧兒子 老公就死了 政府就發了一個報紙牌 兩兒子在街上賣報紙 很清貧 變成心情又不美 精神又有些問題 當年有情緒病 我說我媽媽 但又如何呢 就這樣過了 幸好有個叔叔 漂亮似伯 沒用的 因為我們窮親餓織 你整天坐車在那邊 能幫你多少 對不對 對 但他也會帶著你 在戲棋 戲棚 那些不是說 戴不戴 因為戲棚有飯吃 那一開戲 我就不用休那兩餐 就在這個環境裡浸淫著 譬如說接觸很多戲曲 劇 《倚如木掩》 全部都是名家的作品 我主要都是喜歡看武俠小說 嗯 怎樣影響你 譬如金蓉 古龍 很多名家的 柳橙羊 這些名字我未聽過 但是全部都厲害 就是中文的修養很厲害 就是詩詞 他們寫得很好 就不是說 武俠小說 很簡單 裡面寫情寫景 很棒 那麼小孩 一直看到大 那時候兩本東西 一本叫武俠世界 一本叫武俠語歷史 所以這兩本東西我隨便追看 變成全都入了 所以後來有些文采的東西 都是 copy在武俠小說 和粵劇那些 唐廷生 南海十三樓 那些全部都是名家 每天都入路 正所謂 你熟讀唐詩三百首 不懂人事 也會偷 什麼都做過了 工廠最愛做油站的加油員 都挺危險的 那你對著那些車的 那些水箱很熱的嘛 你要看水箱的話 那經常都 你知道那些草草野 又要換胎 那你隨時會受傷的嘛 你不做過你就不知道 那你很白髮 唯有奔馳 我就覺得 在油站那裡加油 沒有前途的 那我到十八歲的時候 就去找師傅 去過車 但是又沒有錢了 油站收入很少 唯有做到通宵班 就去了這個 觀塘的快速電子廠 Fair Child 就做通宵班洗帽 洗帽炎子粒那些 那些做了 都挺久的 賺夠錢去考牌 考了一期之後 就變成開車 初初握紅牌,還沒做私家車司機 就在山頂握紅牌 難得他們願意請我,是新牌子 他們願意請我,我覺得很感恩 然後握一下就變成一些私人的司機 後期,私人也很感恩 因為後期後花長長 就看見這個混亂飛仔 竟然可以 你知道請司機當然要穩重 請個混亂精怪做司機 難得他們願意請 我當然願意做 沒有人只做司機這麼簡單 就幫忙買菜之類 行閘東西,一腳踢 就是在泊車的車位 認識了隔離車位的陳友 認識了溫拿 隔離車位的那個是陳友 是這麼巧的 在那裡威風 他不喊 他不喊 看見Peter仔 今晚有派對 一起去玩 就要一起去玩 一起去玩 看到溫拿那些冤鬼 大家不相同的年紀 有說有說 後來就合轉一份 年輕人周報寫專欄 他們有看 你這個死仔 原來你懂得寫歌詞嗎 好嗎 都偏忠玩 結果博麗溫拿 在家寫了幾句 開明文 從此就踏上這個填詞的路 因為認識了許冠傑 我當時有個醫生開車 就在九龍中英大廈 有很多醫生 有一層是醫生幫 我又帶了醫生 我平時在那附近吃飯 剛好 那個太子爺 也是玩樂 大家認識的 突然間有一天 我去吃吃飯 他說 有個老友 好像想和你聊聊天 誰啊 也覺得奇怪 沒什麼人會找我 我開車子 原來 Sam 剛好升馬登園台回來 就慶功了 可能 在房間裡 就叫我進去 一坐下 突然間有個天王巨星 肯見我這個插鞋子 當然是開心 從此 黑衣王子的故事就發生了 很多經典歌詞 例如 《命女友善而終須有》 諾字心聲 是怎樣寫出來的 那就是我和他合作的第一首歌 主要是他打電話來 就和我聊 喂 你有沒有意思寫歌詞 我說那便有 不如你寫一些字來 讓我看看 你的構想 即你的創作 去到什麼階段 我便寫了一堆字 是 沒有旋律 是 寫了給他看 看完之後 他抓到別他 竟然會 作得到 不過 他那首歌 《命女友善而終須有》 那兩句 後來和他去廟街 吃東西 經過 在停車場 那裏 有一些 寫信佬 在鐵絲網上 掛著 叫做 針言 類似 計語 竟然有兩句 言作 有少許 勸勢味道 可不可以放在這首歌 可不可以試一試 竟然又可以 因為許冠傑也會介紹你認識其他人 介紹你認識TVB的幕後創作人 之前他有介紹我入家和 入家和做編劇 在薛智雄輝 我記得那個劇本 是 溫拿玉教宿的 那個劇本 就讀了 哈哈 後來好像 也有出街 不過就不太飄浮 不記得了 後來阿生問我 你不如轉一下 不如去電視台組 好嗎 帶我去劉天使家見公 劉天使問我 認識什麼 我不會認識 認識開車 所以我問我 那我明天就上班 蛤 TVB 想司機 買 你回到今宵 就可以了 就讀阿吉 做一些輕巧的事情 想不到 我寫的節目 押韻那些 又很受歡迎 差了一個娛樂界 就在TVB 做經驗 同期 因為很多人 就叫做 找真銀 我看到第一份合約 做演員 就是《Bang Bang》電影 葉智銘先生幫我簽的 還給了一張票 我手記 那張票好像是七千元 我拿了那七千元 賣了一個阿花 Romeo 我本來在電影 我從電視台出來 就去做廣告 就在謝弘中 那間 叫做恆美公司 做了幾個月 突然被人挖掘 就去了全 香港最大的公司 叫李奧佩南 做了幾個月之後 又轉去另外一間 那間就是馮景喜二公子 馮永發的公司 他叫影賴 影賴是有電影部的 曾經拍過一部 第一類危險 好像是隨黑的 那後來我就在廣告部 後來就加入了電影部 接著就搞了兩部 但是就飄放不太好 一部就叫做花劫 花劫就是張天愛做女主角 是 男主角于揚 另外一部就叫做同善居 兩個男主角 就是呂梁偉和阿韻之強 女主角有姚偉 陳秀珠 就是這樣 那兩部我也有份策劃 出來的效果 就是一般般 不知為什麼 我沒有什麼電影運 眨眼就認識了阿肥Ken 就是鄭則氏 說不要說影賴 不如出來自己搞 那波梁美少霞搞了一部 叫做縮疾縮疾 我記得他的主題 他叫做白衫白褲 表房又是陰般般 都不錯的 好像有百幾萬 就不用虧了 然後就進了玉樓 因為玉樓電影 覺得我都很勤力 雖然不是說很爆 起碼都叫做稱職 就進了玉樓電影部 就跟蕭又緣兩個 每天就讀玉樓電影 那時候都是八幾年 誰知讀玉樓電影 同期因為很忙 做到干業 干業就進了醫院 這麼嚴重? 很嚴重 進了醫院 因為同期又在商台做夜間節目 做浩靜夜話 因為直播 很多人 比如黃珠馬 他們經常吃飯 和劉佳玲 經常在一起 吃完飯 就推回來了 來到商人電台 推回來了 聊天 四個好多晚 觀眾很喜歡 覺得 真是很過癮 你們不像做節目 我們叫狗啥 那次這麼巧 本來約了張學友 誰知他 他又沒有空 就沒有來 結果 開心說 少女組上來 做了訪問 誰知張學友突然殺到 我叫張學友 送阿羅美未回家 之後他們發展 就不知了 有一次在雪狼湖 我去到後台探望他們 這兩個 都 阿賀也抱著我 他說 全靠你 娶到你老婆 我和小田 一見如故 做了兄弟 他就大不勝利 就經常一起去 喝喝吃吃 這麼巧 他做作美監製 監製哥哥 問我 可不可以幫忙寫歌 全靠我 我寫了兩三首 一首叫分手 一首 愛情皮合器 即兩三首 後來他幫妹妹 我又寫了兩三首 就是 將冰山劈開 心肝寶貝 還有 母女共聚 有一次去澳洲 我便做私儀 跟他開車 一邊 開山心 在雪狼 開上坎培拉 吃東西 就圓倒 一人開一會 你開兩小時 我開兩小時 一邊唱著粵曲 你知道他很喜歡唱粵曲 我又喜歡 每人唱一段 開山心 多值得懷念 宋世傑 二 因為有了黃子華 他做下擺位 叫做奸閣 那一陣子 大家關閉了 他又想 有個願望 想出什麼 我說 喂 阿子華你唱歌很差 怎樣幫你 麻煩你 拜託你 我沒有寫歌詞很久 如果為了你 既然大家做兄弟 隨便吧 寫了幾首歌 回老衣 剛才你說你 桃花運 麻煩你 麻煩你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 我有次沒有結婚 沒有人來 因為他覺得我搞笑 以為如人切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拍拖 那前妻是怎樣認識的 前妻就離婚了 免得大 之前那個真的是初戀 我為何很想做 我就是第一段男女感情 那位女士不是這個 做病書 做病書 但也不要提 因為人家已經 結婚生子 那往事的事情 看了什麼 所以就是兩段情 一段情 一段婚姻 就是這麼多 她是枉耳 但有一個兒子 現在三十多歲 還要考中醫牌 還要繼續養她 辛苦嗎 那你沒辦法 四百萬一個 小孩子 要一層樓還是要一層樓 就賣了一層樓 就要一層樓 其實中醫的牌匯 其實中醫的牌匯 不知道 看運氣 就像考車牌匯一樣 要考到才行 即是你不會鞭策她 即是說 不能鞭策 現在那些年輕人 大家都明白 養兒一百歲 長一波九十九 不過兒子也孝心 是否 沒有了 無仇不勝父子 是因為之前很少溝通 變成感情很悲情 不過一家不知一家事 生活上 經濟上 其實大不大擔憂 有時都不到你休的 算到橋頭自然直 你如果不是嫖妒飲催的 家裡的生活上 兩餐沒問題 現在的心態是怎樣 現在的心態 煮到你便吃了 都不算得那麼多 現在七十多 都一年不營一年 隨時走人 哪裏看得那麼多 吳耀漢當年說的 看到太陽就賺了 還算得那麼多 耀漢也走了 但你也是樂觀底 你沒有背景 又沒有什麼叫做 積蓄 沒有積蓄 沒有積蓄 有很多原因 曹達華國多錢 但問題是他爛倒 所以 所有的錢都沒有了 我又不爛倒 又不爛倒 但因為收入有限 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 所以經濟是刺激 我都說你拿個BAN跑 成龍都說你拿個BAN跑 做什麼 不如換法 你 搞笑 都是活在當下 當時開心 當年和蕭又然 一陣子 在和玉琳那裏 就賺到錢 三幾百萬 怎麼都有 不過你要花錢 你賺了不花錢嗎 賺了不花錢 我現在應該過千萬了 不用 你當時還有沒有板稅的分子嗎 也有 不過因為我小產 我產量少 變得很不同 鄭郭光 林敏聰那些多 他多就自然多收入 龍國占也很多 最多是光家費 黃占 但我不回答 光家費人給人 即是龍籍那些 可以靠板稅 就買過千萬樓 那我過十萬也沒有 所以 無謂人給人 好像計算 加起來 你好像也有二百多首歌詞 如果二百多首 至少有百多首都不流行 那就死定了 三百多首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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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首歌詞 不錯 他不開我便沒有 如果你說 梅艷芳 張國榮 那些名秀的東西 我就沒有 他 我其實也沒有朋友 有的 還有平時喝喝吃吃的 都叫做酒肉固友 你說知己 你不要相信 這個世界沒有知己 顧友 有些人已經離開了 不可以 顧友 有些人離開了 例如指華神 我也想跟他再聊天 但他現在做了神 我還是人 所以又溝通不了 人尊都很朋友 但又離開了 跟我朋友很多人都離開了 只剩下我 把人家的消失 我把你弄到 尊都不聰明 那一點 對